在高雄我們來看到 常常有一個發生 沒有過路人的所驚 有一個年輕人是騎美行的電動車 在哪兒弄到過車路的核心 造成兩個人都受傷 路關團體就說 現在對高峰的路口 後期就要改造過路人先走 這一點比較安全 路口到興臨的後期 同時全設定 路邊一頂核心準備過路 一台島外的恐慌美行電動車 耍不停留 差一點點弄到過路的核心 雙雙拔倒 雙方都分配有輕鬆 俗法在車齊 高峰大衆一樓到正經路口 16歲的少年 小孩雖然是騎美行電動車 但景峰表示 不停留行人還是違反 可除新臺幣三百元以上 一千兩百元以下 滑環 美行電動車因為輕便 而且法令規定 十四歲以上不用駕駛 就可以騎 有不會很核心的使用 那些路口團體 煩惱加重到後方 是不是有提供 核心安全 渣速的高幼 在學校端應該有一個專門的課程 來上一些駕駛的教育 讓這些學生在騎車的時候 可以安全的上路 然後才不會發生這種 沒有去停讓行人 導致血統 受傷跌倒的這種狀況 行人駕駛團體領域 拿臺灣的駕駛 太過簡單 要用心停留的習慣 要對科駕駛 把關 好好到由定做起 另外 尖對 較好發生 沒有停留 遇過的路口何時 也要設定行人 早期時上 讓去機車 比較好發覺行人 在過路來停留 記者談話 有民教官 高雄報道